你觉得现在做IP 这个做自媒体还有机会吗 有啊海外大大有机会啊 因为海外其实国内中国人卷不出来 海外中国人和在大陆在地的中国人 是两种中国人 因为海外中国人要么是留学 要么是父母 要么是移民 其实他都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 就是在地化 在地化是一个很大的成本 你要过语言观 你要过自己要在那干啥的观 而且你要在那真的生活 真实的在地生活好几年才够了解 你成为所谓的地头蛇 本身就是一种门槛 所以说这是两个世界 我觉得海外中国人能做的 第一个像你一样做IP 跟随我们做IP 做卖水人嘛 第二个就是把国内的 非常非常先进的 吃喝玩乐的2C的供给 搬到海外 这些其实都是14个亿的 国内大市场锤炼出来 竞争烈度非常极端的情况下 还能活得好的 那你他妈在这儿 三分钟打死他们 所以说这种国内的 吃喝玩乐的优质供给 加互联网数字营销的方式 搬运出来 那第三种是再大老一点的 就是在一个超级经济体 就比如说澳洲就两个城市嘛 西尼墨尔本 然后新西兰算太小了 然后吉隆坡算一个 这种东南亚华人比较多的 以华人为起盘 澳洲也是华人比较多的 以华人为起盘来做互联网的 吃喝玩乐的 这都大有机会 我觉得全球化本身不是说说而已 但是全球化本身的门槛在于说 中国人要出来在这儿生活 要在这儿扎根 而不是说手术两端 你在国内大陆 然后你还想做这边的生意 不太可能 其实出海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所以说如果说真的受够了国内的内卷烈度 再问自己要不要出来 敢不敢出来 大部分人还是不敢的 或者大部分人没有这个契机 没有这个契机的话 他其实就弹劾出海这个机会呢 我觉得海外中国人出海 中国人出海 必须要在海外生活扎根 以及有在地的资源运营才可以 对 澳大利亚作为五眼联盟 和白人世界的一个倒数第二 倒数第一是新西兰 他其实非常非常得天独后的优势 就是他是美国的跟班 他是北方国家的联盟跟班 他又有非常非常辽阔的国土 国土意味着资源 国土而且还有矿产 石油林地 还有水产 还有旅游业 他是一个发达国家 但照上了发展中国家的 这样一个产业资源 又加上自己的地广人稀 他平均到人头上资源就这么多 这是一个富富何求的一个 俎上富国现在还在富的一个世外桃源吧 IP是一群人的影响力集合 如果说你自己持续生产内容 这群影响力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但是IP代表的一类人的一个诉求 一个精神价值的表达窗口 这个是恒定的 所以说如果说我有一天被封号了 或者有一天我自己过气了 我就做媒体 我就换一个马甲继续生产内容 因为我觉得我的内容是有客观价值的 现在写了一千五百多天了 我日根 日根一千多天 我每天写十条朋友圈 每天写一篇文章 一千五百天 四年 四五年了呢 所以说我的粉丝已经那么多了 你就这是我的门槛 也是我的资产了 但我在第一天写 第一个月写的时候 坚持第一年的时候 并不知道可以走这么远 你觉得做IP最重要的是吗 IP最重要的是心力和能量 我的发心让我觉得 做很多事情 我都没有那么恶心 我觉得 如果说我能够影响同龄 同龄的 然后代表他们 影响他们 然后服务他们 然后帮他们表达 帮助他们活得更好 以及成为他们的一种同行者 我觉得这是我的使命 所以说我找到这个使命之后 我会享受每一刻 比如说我登飞机的时候 我就在想 有四年如果说 这个飞机你寄寄了 你后悔吗 我觉得我真的有很多时候 都是不后悔 钱不是一切 活在当下 那什么是一切呢 是你用钱买到的体验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但是有了钱之后 又会想东想西 想人生的意义 我看了很多赚一个亿的 赚一亿美金的 赚十亿美金的大佬 我觉得他们没有我快乐 而且我觉得 我自己并没有那么羡慕他们 他们很聪明 他们很强 但是他们其实 为了自己的内心的空虚被填满 他们自己一生工作 我不觉得这样是一个 我想要的生活方式 所以说我不羡慕他们 但我敬佩他们 因为他们心力无限 可以用工作来构建自己的人生 这是他们的选择 尊重他们的选择自由 但是我不会这样选择 对 就是赚钱太多的人 一生还在赚钱 要么是在攀爬物质上的高峰 要么是在打一个 王兴所说的无限游戏 但我都不想去 这感觉 当你有一个亿的时候 你没有现金流 你是没有安全感 当你有十个亿的时候 你没有现金流 是意味着你生活没有意义 对 因为你没有内容 生活最重要的质感 来自于内容本身 所以说我觉得我赚到钱了 但最重要的是 我边做事边赚到钱 且还在持续赚钱的路上 这让我感到比较充实和幸福一些 有没有一些话可以送给在我们在澳洲创业的 澳洲的中国人一定可以赚大钱 因为你们自己如果说耐心的看国内发生了什么的话 有很多红利的缝隙 信息的缝隙 资源的缝隙 需要我们中国人去填补 而且中国的地缘形势的实力 已经扩展到至少就是澳洲了 但难道澳洲吸到中东 所以说这时候中国人的机会 我觉得如果说创业的话 无论是做TikTok和小红书的IP 还是做线下的实体的小老板 还是说自己更多的做服务 各行各业的服务 那都大有机会 而且你们说的是奥币 贝 高科单价的基础 是利润的前提 兄弟们 一起加油吧